最主要原因就是他擔心這個關稅的 如果跟泰國國家談關稅 每個國家就我剛才講的 最後大家都在主題競爭 大家都想把成本cost down 不想負責 都只想cost down 所以他不願意那麼快就去處理市場開放問題 那cost down 的結果也會對他美國自己的 不管是勞工環境 或是他標榜的這個所謂人權 都會受到一個嚴重的質疑 他也會自己質疑自己 所以拜登的貿易政策是先投資國內 暫時不躺這個市場開放 那除了台北21支貿易創意之外 其實他在避太基地架構 還有在美英的大西亞貿易對話 還有美國肯亞的這些投資普通關關係 都他目前在他目前處理的四個投資 14個貿易協定 這四個貿易協定都沒有關稅 都沒有關稅 再來 其實不是也不是說美國 我剛剛有講到 不是說美國從此以後就不談 美國不是說完全就關門了 那當然美國政府他要求 其實國內已經開始有要求 政府要進行市場開放談判 所以未來都還有一個轉向的可能性 那大家也許可以觀察這個美國 因為英國也許到未來的FTA裡面 就會來做這個關稅的談判 那不像這個當然是後續 英國或者是說在台灣也會有這個機會 除了英國之外台灣也會有這個機會 那一旦我們在這個台北21世紀的這個貿易協定 如果可以穩定的發展下去 那這個機會我們的人只是遲早的事情而已 好那再來大家一定會好奇說 那台北21世紀貿易商議 剛才講的那麼多 到底涵蓋了什麼有趣的東西 讓讓讓讓我們這些 機貿討論公司那麼的興奮 其實大家能知道這個台北21世紀貿易商議 我剛才有提到 他除了這個關稅之外的問題 他其實涵蓋了傳統跟新興的非關稅遺體 簡單講就是差關稅的就是FTA了 好大家可以這樣想就好 就是差一個關稅 我們所謂的市場嘴部的問題 只要差只要談市場嘴部的問題 他就是完整的FTA 那除了關稅之外 所有的議題我們都基本上都談到 那包括放異月節的話 包括聊到法治作業 包括勞動所有的東西 這個還沒有開始談 然後這接下來第二階段 我們都會再面對到 那目前第一階段 我們先完成的是 礦譽變結化聊到法治作業 跟反彈股中小企業 跟服業的問題上 這五個項目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 台北21世紀 第一階段的內容 這是第一個階段的內容 為什麼 這是對台灣來講 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 因為台灣對台灣來說 第一個我們很久沒有 這樣子一個 很久沒有跟美國 有這樣子一個完整的架構 第二個他的這個架構 是可以做擴充 包括這個初始條款 跟最終條款都有 他這是一個完整 而且是一個 可以拘束力的一個協定 所以這是對台灣跟美國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好那 我現在就簡單來介紹一下 什麼是服務業 其中 這裡面有一個服務業規章 我剛剛有提到 先介紹一下這個 國內服務業規章 那國內服務業規章呢 其實 顧名是因為服務業業者 我們附國外提供服務呢 有時候需要申請證照 譬如說你是律師 或是你是會計師 那我們在美國呢 就可以受到應遵守的程序 那 這個所謂的程序有哪一些 包括要 美國必須要在任何時間 提供任何時間 提出 讓我們提出申請 那當然這個是雙向 如果美國的服務業來台灣 我們台灣的行政機關也要做到這些 那包括 金球申請人請求啊 我們美國的政府 必須提供申請案件的狀態的資訊 這些都可以大幅降低服務業 進軍美國的什麼 行政成本 如果今天假設你跟美國政府申請了一個 譬如說你要申請一個翻譯執照 那如果美國政府給你拖了兩個月 你問他 他因為傷不知 那怎麼辦 你也不能怎麼辦 可是我們台美簽下去之後 他如果 他如果違約的話 他們政府會 會必須要有應當的這個行政 在就是在兩國之間的一些政治 跟行政的責任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 服業國內規範的部分 那 當然服業國內規範我們還要 努力上電子行事的申請 而不是像以前都是要套資本 那最重要的是確保這個相關措施 不會被中小企業造成過度的負擔 那 再來呢 要跟大家介紹 簡單地介紹一下 所謂反貪腐的部分 那這個顧名思義 反貪腐就是 要減少這個貪污跟賄賂 那為什麼貪污會落在21世紀 這個章節裡面 會那麼的重要 那最主要就是說 21世紀 這個 我剛剛講到就是說 要避免這個主體競爭 割喉債 所以必須要有一個公開 透明的競爭環境 所以呢 我們建立了 我們簽署了這樣一個 反貪腐的一個 一個協定 那 這個反貪腐的協定 聽起來好像 這個好像 不是本來就應該要做的事情嗎 我想 除了 除了我們現有的法律本身 之外 我們在這一次的條文裡面 我們也有 我們也互相承諾 台北之間互相承諾 禁止這個 賄賂所生的非法費用 進行稅收 控除檢免 換句話說 有些人 賄賂政府官員 他可以做費用上的檢免 就是說他拿去 會計在結算的時候 他拿去做費用檢免 但是如果一旦被查出來 還是賄賂 這個費用檢免就必須 被檢除 這個都是一個很新的做法 那包括 禁止避免企業使用公關費 或是所謂的加速費 來這個會或實證官員 那最後呢 我們當然台美人 也會變成一個拒絕提供披風港 給涉及貪戶犯罪 是外國公職人員 變成一個 避免我們成為一個 犯罪的地方 那最後 我想最後這些 不管是 不管是服務業 或者是反貪服的張錢 那我們最重要的 就是一個透明化 透明化的一個公民競爭市場環境 那等一下各個單位的主委 主管他們會再介紹更多措施 更多掌揭內容 那我想 目標好像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公平競爭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高雄面會員 接下來我們有請 全政府公務署 劉立夏侖族長 來說明貿易面結論的重點 我們有請全政府公務署 劉立夏侖族長 大家好 好 還有 金砸盯 現在是下午時間 大家都 懂得懂得懂嗎 來 再次 大家好 好 各位同學你們呢 下面是我們長官 我不能講各位同學 我講的同學是這邊 就是這個各位同學 今天我們看到你們 我們就看到國家的希望 所以你們今天又要好好的聽了 還有一個明天是什麼日子 教師節 各位一定要對你們身旁 今天帶隊老師好好的表示感謝 我們說教師節快樂 還有一個